中共無人機連續10天飛入金門上空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天在禮行記者會上宣稱 中國無人機到中國領土上空飛一飛不值得大驚小怪 台灣外交部隨後發布新聞稿說 對中國共產黨威權擴張主義政府外事部的說法嚴正駁斥 中國古有名分不請自來為之賊 無論是闖空門或者空中偷窺 台灣人民都不歡迎這種賊 台灣外交部又指中國共產黨威權擴張主義政府 經常將騷擾其他國家當作生活日常 區域麻煩製造者的頭下果然當之無愧 對於中共無人機頻繁侵擾金門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阿比 惠英傳媒表示 他還未看到相關報導 但若果屬實 這類行徑符合北京近期試圖建立新常態的作為 美國不會接受